来了老弟,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魔性动画短片 大家好,我是这个屋子里的一面镜子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 现在我要告诉你 事情要从我的主人小别智下班回家说起 他进屋打开了灯,脱下了外套 小别智远看前秃后翘,真正的美女一枚 他迈着昂扬的步伐整理了一下沙发 又关上了窗户,然后打开了另一盏灯 泡了杯咖啡,优雅的跟一只火烈鸟一样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的妈呀,折磨要开始了 要说呢,我的主人小别智那长得可真东西啊 厚厚的大嘴唇子,长长的大鼻子 大大的卡兹兰大眼睛 弯弯的拔字眉毛 翘着兰花纸把一杯咖啡怼进了嘴里 我要是长了手,就一巴掌拍上去了 这喝咖啡的样子可真欠揍呀 喝完咖啡,小别智又开始拨弄自己的几根毛 左看看右看看,糟糕 是心肌梗塞的感觉 我得忍住让自己不碎掉 这时,重头戏来了 我的主人小别智两手搭在头上开始撕自己的皮 这家伙,用的劲渴不小 先是拽得像个章鱼一样 然后又拽拽拽拽啊,拽成了个大胖子 你说神奇不神奇 我就问问你顶不顶的路 便身后的小别智依旧很自恋呀 顺顺自己的长发 拿出根烟,吸了起来 妈呀,吓我一跳 小别智忽然凑到我跟前 又随眼盯着我 又用手推了推自己的千层面皮 猪鼻子向长嘴对着我打了打招呼 眼中的红血丝也清晰可见 忽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小别智巴着自己的嘴巴往外一套 又变成了刚开始优雅的火烈鸟 准备出门 就问你们刺不刺激 我这个秘密可是不轻易告诉别人的 你们保密哦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 拜拜了您来